家人们 小气泡你们都听过吧 但是私密处小气泡你们听过吗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迷思想事件 是的 咱们以后就是一个出镜的动作给到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 说回正题 我最近就刷到一些机构 开始推私密小气泡这个项目 我一听 不对啊这事 好奇先驱使下 我就打了个电话咨询一下 别人那是个正经项目 咱误会人家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也留了个心眼 让同事帮忙录了音 私密小气泡 特别是女性 听生活 夫妻生活 听完录音觉得特别震惊的 大幕里可以抠个1 咱们姑且不谈 私处过度清洁 可能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 咱们就单听排毒这个事 是不是特别好笑 就离谱 但是呢 我再贴张聊天截图 你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有同事 卧底在了很多医美群里 就发现他们已经开始讨论 私处刷酸来美白了 你想脸上刷酸 搞不好都可能烂脸爆皮 你就不怕下面被烧伤 也是因为这个大乌语事件 我最近饿补了很多 关于我们下面医美的知识 今天我就给你们 好好扒一扒 为了避免这期视频被下架 或者全程充斥着各种 声音 咱们就是用下面代替私密 用妹妹代替阴唇 用阴道代替阴道 如果这期点赞过两千 男生的弟弟一美下期安排 通过研究这些项目的广告 我发现这些项目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美观性项目和功能性项目 咱们就先说这个 一听就不靠谱的美观性项目 先问大家个问题 你有观察过你的妹妹 是什么形状的吗 你觉得好看的妹妹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先不说我的观点 但是在机构广告中 完美的妹妹形状 应该是柳叶型的 有人问了 那如果我不巧 正好形状偏大了一些 怎么办呢 很简单 医生会通过言语 让你产生羞辱感 比如说你确实很肥大 不对称 很难看 男生会嫌弃你 再好心地建议你 可以割掉它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了解过 这个手术过程 其实就是把妹妹上 多余的肉给切下来 然后缝合起来 但无论是注射麻药 还是恢复过程 都可以称之为酷刑 还有人在说后反馈说 恢复期间 要坐轮椅才能行动 一去厕所就生疼 不过这还算是幸运 毕竟只经历了 正常的恢复期 但是呢 有的人因为过度切除 剩下的人生 每次的运动 都会和疼痛相伴 所以呢 这个手术 也被称为新一代的割离 当然我也知道 很多女生因为妹妹偏大 影响了正常生活 这样去积极就义的行为 我们是鼓励的 我知道也有人感慨 还好我的妹妹不大 不用遭这个罪 太干瘪了 像一粒葡萄干 男生是不会喜欢的 紧接着就会推销 另一个项目 妹妹添冲 在机果的宣传下 往妹妹添冲 玻尿酸和脂肪 成了一个几乎无痛 丝毫没有副作用的 简单操作 你们有看过 玻尿酸栓塞的样子吗 看看这个患者 他满脸肉牙肿 苦不堪言 脸上是如此 那么我们神经丰富的妹妹呢 其实除了形状之外 最离谱的就是 在一些恶意宣传下 妹妹的颜色和性行为 频繁画了等号 说什么女生是黑毛 会让男的看不起 没有性欲 所以一部分女生 想要通过妹妹嫖红 来迎合这样畸形的审美 市面上热门的嫖色项目有两种 第一个是纹袖嫖红 就跟我们纹眉毛的原理是相似的 通过针把染料纹进皮肤 哪怕我们不去考虑 这个染料的安全 会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单纯从审美想想 纹眉不好看的都大有人在 更何况是纹下面呢 我就知道有的人下面 被闻成了红心火龙果 你说糟心不糟心 Hello It's me 另一种呢 听起来稍微正规一点 就是用激光去打 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可以类比成光子嫩孚 但是你想想 给妹妹打光子嫩孚 这个就怎么听怎么奇怪呀 妹妹是我们的生殖器官 她的功能不是为了长成柳叶 她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阴道 请牢记世界上没有标准的形状 就像没有一双鞋 适合所有人 妹妹的形状各异正常 妹妹一边大一边小也正常 妹妹是粉狮子 都正常 又有人问了 那如果都正常 这些项目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 其实这源于起 上世纪的女性脱毛营销 20世纪 踢到场上把目光投向女性 开始把身体上的 无毛和气质联系在了一起 1962年 守卫帮女郎 身着比基尼出水的画面 引发了一场狂热的四处脱毛潮 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们发现 自己的妹妹和媒体精修过的样子 不太一样 很快 1971年 第一篇妹妹整形的文章发表 随后 在一些整形人师的推波助澜下 妹妹整形开始悄然流行起来 说完了那些 一听就不靠谱的美观性项目 接下来我们聊聊 看似政治正确的功能性项目 首先就是阴道拉皮手术 我们知道脸有拉皮手术 但你知道阴道也有吗 关于这个手术 商家的宣传特别轻松 埋入蛋白线 紧造成微小窗口 恢复快 在我将信将一下 搜了这个手术的原理视频 真的是吓得我一身冷汗 看来有人要问了 受这么大罪图什么样 其实答案能在广告中推测一二 帮助女性获得快感 帮助伴侣获得自信 改善夫妻关系 听来是不是又一连问号 我们且不说 只有20%的女性 才能从阴道中获得快感 这个帮助伴侣获得自信 改善夫妻关系又是什么鬼 为什么男性的快感和自信 要通过折磨女性的身体来获得 更要命的是 类似的手术还有很多 像之前挂在热搜上的丈夫针 就是产妇在生产后 医生会好心 或者在丈夫的受益下 给阴道多缝几针 这几针就被称作丈夫针 或者幸福针 其实多出现在欧美国家 但是呢中国也有 这个操作本身 对女性身体没有任何好处 受益者只有产妇的伴侣 看完这些 你还觉得这些项目的存在 是因为女性需要吗 这一切不过是 父权制社会误化女性 和商家为了利益 对女性精心策划的一场围猎 下面的所谓整形的需求 也不过是多方引导 强压在女性身上沉重的枷锁 衡量一个部位 需不需要做手术 应该是她是否健康 而不是为了迎合某种审美 符合某些人的喜好 毕竟没有人为了追求 好看的形状或者少女感 去给心脏做手术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